繼續收看學家人物 是皮擁出世界麵包公園 不保存的總法國立食品共產技術研究所 前往台灣第一次法國的麵食創意比水 今天正在做透明 在平東院學家師的麵包師傅龐秋婷拿到 也在將作品用到風景復推和現眼 龐秋婷所用的食材很快樂在平東菜梯 以後將南部客人的食材在補冠拿來做飯 那些人也會推表推辦去總國 為全世界法國麵食比水的總公園 張材和麵團夾得永遠去滾麵皮 龐秋婷同在做的 只會比水世界的作品王金福泰 因為這種東西就是純手工的 手工的話你就是要非常的費時間 畢竟都符合 用成空間的滾麵 方形上的事 王金福泰 所使用的材料 黑平東生生的萬丹粉條 還有牛奶做幾袋 客人也不是吃的普根 然後到時候我真的是時間上我弱感來不及的話 我可以直接就是把成品送出去 從事鳳鵬押 成功13年的龐秋婷港 因為二百畢水的時間 讓只有四點鐘 才會做出百貨的作品 還會得到平常的喜愛 以致出 竟然和創意 正在南冠軍的關卡 因為發酵麵食呢 它在整個的發酵點 跟火核的控制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所以這一次呢 我們做的東西都是屬於立體的 因為立體呢 更難掌控 旁信三表示 發酵麵食 黑肉組織 去前沿來傳下去的創業組織 近來就連美國的造成市場 也有越來越多年 做得接受 全國時期保養饅頭 等發酵麵食 因為這樣的麵食品 雖然沒有發酵麵食 安良的麵食 才有溫某平潭的鄉民 也拜託得到正義組織的冠軍 也將會推表台灣 希總葛 將發酵麵食必須的總冠軍 尤其是為台灣掌控 下一個新聞 歡迎收看 平等報導